男子意外拥有了让时空进走的能力 解锁了这种能力后 没有想到他竟然拿来做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种套路我感觉某国电影特别的擅长啊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过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面,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奇幻电影暂停 说实话,看到结尾不禁摇摇头 不是电影不好看,而是其他的原因 影片开场,男主开着车子 载着妻子和儿子外出看球上 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 直到内声巨响 男主发现自己周围的空间竟然都禁止了 而他的眼前看到的是两辆车子发生车祸 撞结的瞬间,自己对面睡个男人 此时的他正在准备和一个叫萨拉的女人通话 可惜电话并没有接到 但镜头一转,男主温身绷带的躺在了病床上 医生过来和他说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消息 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两天前已经去世了 他们比男主伤得更重 巨大的冲击让男主有点失诚 就叫男主一直在院中休养 他本来是不愿意离开的 因为回到家中那边什么也没有 奈何医院这边要搬迁了 所以男主是被赶走的 回到家后看着院中凌乱的模样 男主的内心非常的难过 当然此时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很难过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之前她打电话给丈夫的时候发生了车祸 所以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我不确定是谁引起了这次的车祸 但男主和女主都是最终的受害者 男主回到家后 白弄儿子留下来的录像机 这本来是为了外出一望的时候准备的 现在却成了他们最后的记忆 当然两人对待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男主闭门在家不愿意见任何人 而女主性命老实 同事也知道女主想要走出来很难 所以特意拉她去聚会什么灯 毕竟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当然此时的男主还不知道 他修好的那个录像机有什么特别灯 直到他来到了公园看着里面的视频回忆过往 不小心又按了暂停键 等他抬头的时候整个人都傻眼了 什么情况整个世界都禁止了 当然唯独女主的眼球是不断的左右摆动 男主也被眼前这幕给震惊了 然后靠近了那个悬浮在空中的足球 直到他再次按下录像机的开关 一切都恢复了 不过女主却倒在了地上 同事还以为女主因为失去丈夫悲痛引发了身体的问题 本来让她好好休息的 但女主觉得休息了 自己只会一直想至今事情 所以她还是想要坚持 很快男主女主相遇了 他们是来处理亲人去世后续的事情 但女主非常的激动 对着男主破口大骂 男主也很无奈 你难过 但我其实更难过 男主甚至主动却安慰女主回到家后 男主测试自己发现了这种禁止时间的能力 他仿佛适应了很多次 意识到时间禁止后 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可以动的 他想要做啥都可以 为了搞自觉研究 男主甚至不让好心的邻居进屋 一个人跑到了外面 意外撞见了女主 然后他的脑中突然就有了个想法 他开车来到了之前那家已经搬迁的医院 强行打开了门锁进入到其中 准备将这里当成自己的秘密基点 然后白天的时候 他再次禁止时间 大摇大摆的来到了学校 看到了各种滑稽的画面 如果按照某国电影禁止后 估计就要在学校搞一些事情了 当然男主也意外撇见了 遇使有人换衣服 不过他并没有进去看 而是继续寻找女主 我觉得虽然男主每次打开录像机 时间禁止了 但女主的眼球总是在摆动 而且每次只有他感觉到的异样 他觉得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甚至还去医院进行全身检查 但并没有查出什么异常 医生以为女主是因为失去丈夫后 精神方面过于被伤引起的 但只有女主知道并不是 他觉得肯定有什么其他原因 另外一遍 男主将医院这边给整顿力放 不过那边缺带的人打来了电话 男主有不少站当笑谎 如果他不去工作 或者想办法拿钱来的话 问题可就大了 男主想自己现在不是可以禁止时间吗 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去别人的情报里面拿点钱 不被发现 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但男主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心事 去工作赚钱 只能偷偷拿钱 最后提着一袋钱去还款了 男主也难得解释那么多 丢下钱直接跑了 而他这段时间做的事情就是跟住女主 难道男主这下违行 还故意在超市制造了偶遇的假象 本就同病相恋的两人 应该更能体谅对方 但女主此时还在悲伤中 男主却想要约他出去 甚至在夜里故意进走的时间 来到了女主的身边 准备触碰他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回去的路上 男主看到了有两人 在向嘴里面争执 所以把那个警察过来 原以为能够阻止这一切 没有想到其中一个人拿着刀子 不仅捅着警察还划破了另外一个人的喉咙 男主这是好心办坏事 这剧情似乎和他所想的不一样 不是应该警察抓到坏人吗 怎么会这样 而女主一直被困在时间中 男主对他各种摆弄 比如陪在他的身边一起看书 发现他的毛一破了 去餐店那边拿着一件一样的带过来 只是他不知道 女主其实是能看到一些画面的 女主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还和朋友聊得起来 他说这种感觉很奇怪 总觉得身边有个人在围绕着你 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因为男主干预的太多了 导致女主的家被弄得一团乱 比如盘子打碎了 婚戒上的钻石不小心磕掉了 盘子男主可以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归还回去 戒指他也可以花时间去找那颗钻石 一样可以将东西完好无所地还给女主 但这样的方式真的好吗 不把女主给吓得半死已经算好了了 而且你随意来到别人的家里 女主偶尔还在洗澡 都被你看得一千二厨 当然男主并没有用这种能力 这些猥琐姿势但也挺吓人的 最夸张的是某次男主躺在了女主的床上 然后录像机不知道为何突然播放了 女主回来后发现家里有人准备报警 男主赶忙按下了暂停键跑了出去 难道刚才是自觉的幻觉吗 可等女主来到卧室 用手抚摸床发现温度 意识到刚才不是自觉的幻觉 真的有人偷偷潜入到自觉的家 甚至他还叫了警察 但你说警察能发现什么呢 也为了安全起见 女主在家里装了密码锁 可这东西真的有用吗 女主依旧硬看到了一个男人 在靠近自己 他都要被这种感觉给逼分了 如果只是这样其实还好 但因为有个男老师喜欢女主 多次来找他 而这一幕也被男主给发现了 更是知道了 年人准备今晚出去约会 女主其实也是为了放送 不再想丈夫的事情 但男主可不会这么想 偷偷来到了男老师的家里 然后对着他各种暴打 胸口同一个位置 被男主给打了好几拳 男主因为没事的 没有想到力的叠价 导致男老师直接吐血了 男主都被吓坏赶紧逃走了 而女主现在还不知情 打电话给男老师 表示我在等你呢 可你觉得对方能来吗 男主也因为做出事情 会在女主的照片面前忏悔 然后冒充怒了 打电话说 听到男老师的家里有异想 可此时的男老师 估计招惊受伤挂了 也因为发现家里确实有人 女主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太精被吓坏了 每次他感觉到时间静止后 就故意换一个假的车牌 然后换一家旅馆 只有这样才能逃脱男主的魔掌 最后来到人家小旅馆 差点因为没有身份证和名字 不让居住 其实女主是故意不登记的 因为登记的话很容易被发现 但只要多给点钱 这个很好办 所以男主有好几天没有找到女主 他只能用聚奔的方法 一天寻找一些旅馆 一间间的找过去 迟早会找到的 不过女主也从新闻中 知道了男老师生过的新闻 这让他悲痛欲绝 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 在那奇怪瞬间看到了一家医院的服装 所以声音的时候偷偷来到了这里 竟然看到了男主进入到里面 然后看到了男主按下了那个录像机 自己就禁止了 似乎一切都和男主有关系 回到旅馆后 女主打电话到那家医院说 需要那边监控的录像带 或许可以破了谋杀男老师的案件 可惜此时的男主也已经找到了这里 更是发现了女主所在的房间 但女主正好正对着门口 虽然动不了 但是看到男主对他守着的一切 最夸张的是男主还抱着女主睡觉 只是他不知道录像机会自动跳掉 女主也就可以动了 而且谁暂停了那个录像机 就能再局中 这次男主被禁止了 本来女主想要抓到男主去找警察的 没想到警察以为女主疯了 反而让男主逃脱了 而男主再次找到了女主 将他带到了医院 这次男主没有禁止时间 让女主自由活动 女主大声的咆哮 可以看得出男主似乎对女主一见钟情 也就是说他爱上了女主 但女主可接受不了 他说我就此时也不会喜欢你的 随后男主将女主推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是男主精心为女主布置的 但女主拒绝进去贴了一脚门 导致男主和他一起摔下了楼梯 男主正好被一只的脚给插住了身体 女主也在快摔下来的瞬间被禁止了 男主这受伤非常重 显然命不久矣 最终他扶着女主跌路的方向 做了最后的挣扎 而女主呢 虽然看到了男主所做的 但最后还是把录像机给摔碎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男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悲剧的角色 虽然有了逆天的能力 但也只是做了一些小偷小摸 甚至爱上了车祸中死去男主的妻子 还想办法接近他 但这种变态般的接近让女主害怕 结局更是让人心酸 两个失去佳人的人 却以这样的结局收尾 整部影片都充斥着悲情 虽然你有了暂停时间的能力 可恢复后 世界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轨迹轴 依旧不会改变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